二零二四 團結一致 高喊口號 展現氣勢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親自領軍 第四波立委提名 除了徵召陳瑩 武力華 力拼連任 艱困選區苗栗縣 新竹縣 更推派年輕世代參戰 這一次披上綠袍 徵戰新竹縣第一選區的 正是虎口相待會主席 詹一路的女兒 詹季提 PK國民黨的徐欣營 詹季提不知具備誘寶專業 更曾在地方黨部農會工作過 過去也擔任過國會助理 對立法院運作相當鹹熟 請讓找得到人的詹季提為您服務 我是詹季提 挺我 沒問題 而同樣屬於艱困選區的苗栗縣 第二選區 民進黨哲氏漢出身 太陽花學運世代 且去年才剛以苗栗縣最高票 並打破紀錄票數順利連任的 五黨籍議員曾文學合作 PK國民黨的邱振鈞 不只在竹苗立委布局令人耳目一新 相當重視客家鄉親的賴清德 在日前的端午節影片中 也大秀苦練客家化的成果 總統這一帳據瞭解 儘管民進黨內估計現階段竹苗拿下得票率 百分之三十五沒問題 但仍期盼能再成長 拿到蔡總統在二零二零年獲得的四成五以上 得票率 從立委布局貫徹民主大聯盟策略 到接下來將陸續推出的客家政策 都再再展現出民進黨期盼 翻轉竹苗兼困區的企圖心 曾璇綜合報導